你現在要走什麼事? 不是你先走不走,而是你的同胞走私 他們的走私令我們生活困難 你這次不走私是其他時間嗎? 他們升了我們的生活用品的錢 你不是買東西回大陸 那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小朋友在這裡讀書 我小朋友買的 你在這裡讀書 你不是在香港人的學校 在香港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是嗎?我這裡是 他生小女孩這麼害怕 你呢? 沒有包圍你啊,有路走啊 我沒有走啊 沒有包圍你啊,有路走啊 我現在不是在回答你的問題啊 我是依師田之間啊 依師田之間啊 按照你的邏輯 你覺得你放在香港就不知道 你說理所當然 那香港人呢 香港人的弟弟呢 他床位都沒有啊 我不知道這裡 生小都不敢啊 地方都沒得住啊 你理所當然啊 我們都想理所當然啊 我們都想理所當然啊 我不知道這裡 反正是VCity這裡啊 我要努力去自己工作 是呀,很多人會工作 住的地方呢 是呀,他們說我們在什麼水火下 我們回家看我們 為什麼呢 在這裡藏我們 是呀,是呀 是呀 現在有路你走啊 沒有人包圍你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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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我們在這裡走 沒有人圍著我們啊 小心你啦 這麼大的人 撐我們香港的資源 你沒有納稅啊 你有納稅 我立刻向你道歉 蛤? 我全國人向你道歉 如果你有納稅啊 他沒有納稅啊 他沒有納稅啊 如果你有納稅 我全國人向你道歉 不要抱歉啊 不要抱歉啊 在這裡啊 我個人首先表態呢 就是我絕對不認同這些行為 是 我絕對不贊成 沒錯 我覺得一個人呢 你不能說 你的理想 就可以justify 你所有的手段 這一點我不認同的 我跟你說 對嗎 那你的理想 標準確不代表手段 是可以不擇手段 是 沒錯 如果不擇手段 它就變成另外一種 一種狀態來的 你知道嗎 對吧 那 如果我們認同了這種 講法的話呢 那 世界上很多事情 我們的評論就很窄細了 是 對嗎 對嗎 很窄細的 你說崇高 納稅德國也很崇高 他要壓力安人 要清除 他認為最順政的人 沒錯 其他都是垃圾 不然就是豬 不然就是豬 不然就是咳 無謂污染了地球 大哥 還不夠崇高 崇高也很厲害 不過行不行 大哥 當然不行 對嗎 所以我跟你說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你這種行徑 在電視播出來 和現場的人看到的時候 我跟你說 是 災難 切頭切尾的大災難 公關大災難 公關大災難 即從策略 公關 沒有資格說公關兩個字 你知道嗎 對他們來說 只是攻擊兩個字 沒有公關兩個字 你完全切頭切尾破壞 是嚴重地破壞了我們香港的形象 這個就連我 即是今天都 即是最近 沒有說今天 我都跟很多不同支持本土的年輕人聊過 即是他們都 第一 他們都不贊成這個暴力行為 另外 他們也都認為 他們這些手段 是令到公眾 他們都認為是不可以的 即是推動他們的目標 全清成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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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如果聽到你這樣說 我希望他不要再跟隨這些 這樣濕的大佬 再搞這些事情 因為香港 我告訴你 我們要維護的 香港人是甚麼 你知道嗎 是 在節目之前 有人要跟我們說 千萬 各位要看準些 不要大力打人 他們都在耳朵 我告訴你 我們維護的香港 是他有一套生活方式 是有基本的形象 他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免於恐懼 你知道嗎 這個我告訴你 基本上 用最通俗的言語 是香港人是甚麼地方 是一個法治 是一個和平 是一個友善的城市 這個基本 已經百多年來 都造成了一個這樣的印象 你知道嗎 不要再說其他更高尚的 那些 我告訴你 這個是基礎 你今時今日 用一些雄衛兵方式 來破壞這件事 我告訴你 是沒有原諒的 我告訴你 絕對不可以原諒 為什麼呢 你在破壞我們的最核心 我們要維護的核心價值 你破壞了 如果我容許你這樣做 這個香港還是我們的香港 我們還需要這樣的香港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班人 還有些窄勢 那些片子是挺好的 我告訴你 很有教育意義 不過是反面教育 反面教育意義 就是欺凌 那兩母女 那些邏輯 根本就是混亂 我不知道 他跟那些十九大哥 學了這樣的事情 你搞瘋了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班人變成人渣 中的人渣 你知道嗎 你舉個例子 我告訴你 簡單 他罵那個老母 你有沒有納稅 你有納稅 我馬上跟你道歉 我心想 沒有納稅 就可以被你打的 可以被你欺凌的 你不是這麼傻 是不是 這一節 才爺都說 香港 所有的納稅人當中 所有的工作人口 只有百分之四十是納稅 你知道嗎 當然其中的百分之五 已經佔了大部分的稅款 有百分之六十的打工的人 都沒有納稅 那些不是香港人 那些是不家產 那些是被你欺凌的 那些是被你欺凌的 可以通界打勾他們的 你有納稅就向你投票 沒有納稅就說 沒有納稅就說 撿了一尺尺 對不對 這些邏輯是什麼邏輯 你是否傻狗 不要說話 我在電台聽到 都有人奉事 我絕對不相信 罵那條混蛋 你有納稅嗎 是不是 你有納稅嗎 是不是 這個什麼主耶穌都說 你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罪 你拿起石頭 扔勾人家 那你自己有沒有 阿哥 是不是 這些簡直是 暴徒行為 還說一些傻狗的事情 還有一種流緝 他就說 那個女人說 給我打個行李箱給你看 其實打個行李箱本身 是有些問題的 那這個行為當然不行 你有什麼資格 要我打個行李箱給你看 你是什麼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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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看到裡面 原來是書籍 怎麼走水貨 然後你說 你沒有走水貨 不代表你的親戚沒有走水貨 不代表你的同胞不走水貨 不代表你的同胞不走水貨 我想說 怎麼會沒有 對 正如你問我有沒有納稅 這個又是災難 我用一個邏輯告訴你 對 我沒有納稅 不代表我老公沒有納稅 我老公沒有納稅 不代表我的親戚沒有納稅 可以嗎 根據這個邏輯就可以 我老公真是不夠 你老公 你什麼孽公文 什麼普羅 什麼陳雲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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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中的垃圾 我屌你老公 做人我跟你說 一定要愛恨分明 你夠膽的 你不要衝到689那裡 你笑咬他 你屌咬他 就扔齊他 踢他 不要恩生我話 說你好東西 我告訴你 我捐錢 我告訴你 你不能無差別對待 傷害平民 戰爭都不行 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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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約 你知不知 不可以隨便 否則你犯了戰爭罪 你都會忍稅 對嗎